大家好 昨天我来到了越南的老街省 现在呢在一家这个餐厅呢 品尝越南特色的牛肉 那这一趟呢从湖内过来是 收一个商人的锁锅 到这边呢帮他找货物 因为越南的老街这边呢少数民族很多 所以这次呢我会去越南老街的北河县 然后去寻找这个少数民族的 相关的这个产品 昨天晚上过来比较晚 然后就住了一晚上在老街 现在吃个早餐了 吃完早餐拿去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早餐店还可以哦 那这个牛肉粉很实在 这样呢一碗的话是 四万五千大概十三块一碗 那牛肉还是蛮实在的 OK 现在先吃个早餐 满满身体 太冷了 前天气特别冷 越南无论吃什么 粉他都送满满的一大盘 豆芽或者香菜 或者混合的 慢慢现在到这个北河了 北河县这边建设的还可以 少说民族比较多 陆修的也很好 现在天下了点小雨 去找一个小超市 买点东西 这里应该是一个大市场 新建的 先买点东西 这边大概了解了一下 它是这个北河的市场文化中心 有卖衣服的 然后日用品的香料的蛮多的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了 应该都收摊了 这个地方空气还不错 因为是在高山上 一路上来的时候都有很大的雾 哇 这里一口超大的锅 不知道炒什么用 看到有越南的旅游团 要不然下来转一下 看很多人来拍照 这锅还蛮大 刚刚我在上面没有看到 先来看一下 哇 这锅太大了 看这个市场 好像要歇了 没太多人 看看 看看 这锅是什么特残 哇 这个是香肠 越南煮的 哇 哇 这碗太实在了 满满的这个 不知道是肉片还是香肠 看到 这个三万越南煮 还可以味道 很不错 还配这个香肠 主要这个天气太冷 尝一下看这个下面条 好 猪耳朵呢 可以来一口吧 大家好 那这周呢 我来到了 越南北部老街省的 北河县 北河县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高山县的 因为从老街过来 一路上我又看到 都是爬山的 那我们也能看到 背后的这个山上 到处都是雾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市 然后呢 大概是有一个非洲的朋友呢 他要买一种 越南的怎么讲的 这种中药 然后我到这边来帮他看一下 瞧一瞧市场 我早晨过来下点小雨太冷 然后又买了一件雨温服 然后 现在呢 大概打听了一下 这个东西呢 周末的市场呢 会有卖 今天礼拜四 就说我要在这再等两天 然后 这两天呢 在这边再了解一下 通过这里民众再了解一下 这些过于重要的资讯 好 因为现在呢 那今年情况 越南的情况也不太好 上周的时候 我老婆跟我讲 他们公司准备裁员了 要缩减一半的职员 那原来是五百多职员 现在要裁掉两百六十多个 因为我老婆才进去 刚好工作一年 很有可能呢 就是这次裁员要裁下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我除了教学之外呢 可能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呢 比如说平时呢 给大家寻找一些合适的翻译人员 或者导游带大家转转 那而且呢 还会做一些签证的业务 旅行的 那更多的时候还要去 帮助在国外的华人呢 找一些越南的原料 或者是市场 现在受这个全球的经济影响 虽然去年越南的时候 它还是经济发展的增长高达8% 最高的时候呢 第三季度达到13.8% 全球可以说独树一帜 但是呢 大家知道俄欧战争已经一年多了 受俄欧战争的影响去年的俄罗斯 这个越南的摩托车加油的油价也上张很多 到处都是排队排很久才能加上油 然后今年呢 又受这个土耳其地震大地震影响 所以现在 欧洲人的生活也不太好 虽然越南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也和欧洲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未来很多年可能欧洲他会 欧洲人会接鱼锁食 所以出行的人也会少 对商品供应需求啊 就会减少 这间接就影响了越南的制造业 继而呢 全国会有很多人失业 那很不幸呢 我老婆也在这个 这次失业人的裁员当中 那我老婆讲她是说 现在就是公司已经发了通知 但是在未来呢 三个月的时候呢 就是住眷的裁减一般人员 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她如果是真的失业的话 有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可以去别的地方 到时候我可以按她的身份呢 来换一个医亲的签证 去转一转会可能更方便一些 到时候的话 越南人嘛 她的身份去台湾呢 工作就比较方便 那我们大概交一个中介费嘛 她就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 到台湾去找一份工作 也换一个环境 那更好的提高汉语水平 到时候呢 我就可以以医亲的方式呢 到那边去探亲 然后呢 了解一下生活 因为确实啊 就像我以前不了解越南之一样 就是到这里真正生活一段时间呢 才真正的对于越南呢 有所了解啊 那我想 嗯 我以前呢 对于台湾的认知呢 还有很多 都是停留在以前的 受教育的影响 虽然我在国外生活三年多了 但是很多观点呢 或者我看到的网络呢 报纸媒体 它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当然我会从中呢 分辨 那查找出一些呢 就是相对比较真实的资讯 当然我觉得 就像更多的朋友讲的一样 只有真正的去转一转看一看 才能获得更全面真实的资讯 好了朋友们 那本期呢 这个影片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后边呢 呃 北河我会去一些地方啊 在出差的同时呢 给大家拍下这里的人文 风貌 那北河这边呢 主要就是少数民族 好苗族啊 还有这个歹族 都比较多 这里非常有名的是马肉火锅 因为现在还没有赶上市 这个集市 周末集市的时候再给大家拍 好了朋友们 那分享到这里 拜拜 祝大家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